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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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碼動足先機董男長 我吉仙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這個階段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盤面的主軸 今天盤面主軸就是這個 GP200機櫃 你看今天長什麼 長CPU CPU說真的 那個四個話題 他以後也會用在這邊 但是2027年 基本上已經出來出不來 不過後面一定會做 然後還有長什麼 長台機電這邊 台電這邊 反正跟台電有關係的 什麼設備股什麼什麼 又開始漲 散熱也漲 然後這個伺服器的 也在漲 好不好 那我們最近跟大家提到什麼 目前我們最近跟大家提到 這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說的 如果說你看這一塊的話 你看這一塊的話 就台機電 台電其實 你說他現在是不是會 直接往上衝一千 我個人認為沒那麼快 他應該沒那麼快 他現在應該怎麼樣 他現在應該還是鬼混 應該在那邊鬼混 一千應該是明年的事情 一千應該是明年的事情 或者說第一四季做夢再往上衝 因為現在 同學現在第三季 第三季你不要忘了 11月4號 11月初是美國總統選舉 美國總統選舉 到時候塵埃底定 應該外資會做比較大的動作 去做什麼做所謂的圓越行情 所以台電這邊 應該說 如果說你看比較長線 看比較長線 看比較長線的話 你要隔代沖 我歡迎你隔代沖 好不好 歡迎台電歡迎隔代沖 好不好 你就看台電 當然你會覺得台電 哇這有點貴 那有點貴的話怎麼辦 其實市面上有些ETF 你可以做留意 比如像0050 這個台電持股的比重 佔5%以上 5%以上 或是像0052的部分 0052台電持股比重佔6成以上 所以如果說以台電的部分的話 但是台電 或是說0050 0052的部分 如果說你是做比較四肢型的 比較做四肢型的 當然可以往這邊看 但是呢 同學比較四肢型的 它就比較怎麼樣 它就比較不是屬於那種 什麼大噴亂噴那種 不是喔 它可能會 你要花的時間比較久一點 但是呢 這我產業來說 產業來說是沒什麼問題 那除了這個以外 除了這個以外 這個嘛 比較High的嘛 但是這個 影威的部分喔 昨天我們講的時候 還在1270 今天已經最高是1345 對不對 我認為這地方你也不用追他了 如果說你錢 錢夠的話 你也不用追他了 因為 以最新的報告來看 影威反的報告 基本上 看到明年 基本上是1350 所以為什麼今天1345 就停住了 目標就要到了嘛 高啊 那麼要到會怎麼樣 可能就稍微洗一下 但是洗一下的話 有股票在天上 拉大本益筆 自然怎麼樣 自然同樣題材的 它受到這個本益筆拉開的效果 他會怎麼樣 他可能在下面他就會跟 那會跟的話 比如說這我們跟大家提到的 昨天跟大家說的 設備股嘛 對不對 他這個基台準備要出了 我昨天有 昨天也有學員問我 說 是不是那個基台認證過了 第三台 第三台是年底的事 好不好 但是第一台第二台基本上過了 過的話已經開始要出了 就是這個月開始要出了 那開始要出的話怎麼樣 開始要出的話 開始要出的話 股價基本上就要動了 那股價基本上要動的話 昨天拉一根嘛 今天怎麼樣 今天繼續往上推嘛 往上推嘛 所以這樣怎麼樣 重點是 明年它是明年會好的 也不能說明年會好 這個月開始出基台 這個月開始出基台的話 明年業績基本上 你光過兩台EPS 說真的EPS現在來看的話 如果說應該過兩台了嘛 過一台基本上EPS 10到15塊嘛 所以如果說 以這樣的話來講的話 明年狀況是不會太差 所以 像同學就問說 是不是要出了 我說為什麼這麼認為 廢話一定是這個理由啊 現在看業績那麼爛 業績那麼爛 股價那麼高 這一定是明年 就跟惠特一樣啦 你看惠特 1706啦 今年會不會賺錢 惠特今年不會賺錢 他明年才會賺錢 他是接什麼 接那個萬潤的轉單 萬潤的單 那個基本上就是 後段的COAS的部分 基本上那個單就丟給惠特做 什麼時候開始做 這個月開始做 所以明年會好 所以惠特今年也不會賺錢 但是明年會好 所以股價 那一條變命條 快雙新高了 他也是一樣 今年呢 他們是屬於機台比較後面交的 後段的機台比較後面交的 那今年的機台過兩台 第三台呢 我跟你說 第三台如果過的話 那就全世界第一台了 搞不好台電都要買 六面檢測嘛 你有沒有檢測他在做啊 全世界沒有別人在做你知道嗎 他在研發 如果說第三台給他弄出來 然後呢 日月光這邊驗證過了 哇 全球第一台 好不好 全球第一台 但是呢 現在過這兩台 基本上可以全面什麼 可以全面取代日月光所有的機台 反正就後面慢慢換 好不好 然後這個月應該是有機會要出了 好不好 所以今天怎麼樣 今天持續上漲 好不好 持續上漲 同學 這我昨天請學 我直接一級會員買嘛 好不好 其實像這部分怎麼樣 已經拉了三四十塊上去 好不好 所以正常這個喔 就是 持續做關注好不好 那個台電這邊的設備 好 那再來看 看大家都知道的台藥好不好 台藥同學 台藥不管你什麼都聽我講 你今天應該都賺錢了吧 啊 你沒買就沒辦法了 所以一開始我們上半段跟大家說什麼 你應該要很開心嘛 我這個禮拜一上365次被講台藥 我在這邊跟你講台藥 我上東盛我也講台藥 我上三立我也跟你講台藥 很安全嘛 老師盤爛 盤爛跟你什麼關係啊 盤爛 盤爛的時候在這邊一百四 我沒有跟你講台藥 有沒有 有沒有 這邊啊 你嚇了半死的時候 我沒有跟你說買台藥 我還是放短視頻說買台藥 然後9月4號 這8月4號 這8月5號的時候 這9月4號 又買台藥 同學這邊帶多少錢 這邊好像在170以下了吧 這一天整個灌下來 我剩下一個怎麼灌下來 我現在還在這裡 還百倍 所以這也不給同學 140到140塊 一張是4萬 10張40萬耶 這也不少錢耶 又不是很貴的股票 所以你看這個部分 它在漲什麼 同學今天我們不是說什麼 跟你說台藥怎麼樣 我現在有沒有理由 為什麼買它理由 就跟大家分享 你說技術面 技術面不好嘛 這邊有個下降壓力線對不對 你給它劃下去 這一根不是突破下降壓力線 我就跟大家說了嘛 這邊我跟大家講嘛 他說你可能不敢買 但是呢 線型一轉強 這個就轉強了 快來 第一個線型是轉強的 第二個籌碼 頭信不是天天都在買 啊 頭信在買 頭信在買 頭信會買的理由是什麼 一般來說 跑過公司寫過報告 開過集體決定會議 對 就大家講講耶 覺得不錯 開始開單買 所以你又發覺 最近它一直在買 你說沒有獲利嗎 這營收7月營收歷史新高 8月營收歷史新高 對 前上半年賺4.2 你一直創新高 今年賺個11塊差不多嘛 法人一直在出報告嘛 目前報告你有看到一開頭的嗎 你給你全報告 報告有什麼一開頭的 一開頭的 有喔 兩個那麼二開頭 二到哪裡而已啦 比較低的都差不多230 比較高的寫到290 隨便啦 現在還在不管是二多少 它現在還在一開頭 一開頭的話 前一天這樣 一間180了 好不好 所以 照理說你應該很開心 如果 如果沒賺到怎麼辦 我覺得沒有賺到 你要不要想想看 這到底是誰的問題 這是股票市場 到底是誰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還是我的問題 都講成這樣子 啊 摳訊帶著 好不好 我只能跟你說 摳訊帶著 有老師幫 有老師照著你 起碼你比較敢買 是不是 不是這樣 電視 沒有人跟你說說的 好的股票 買好的電視 講一講 這哪有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什麼啊 不過呢 我在講的時候你有嘛 對不對 你是做教的 不是在那邊抬教的嘛 講白了 有時候基本上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 恭喜大家了好不好 然後 理由什麼 理由就這個啊 這個啊 不是跟你講 這個機櫃嘛 交換器嘛 交換器 這個太厚了嘛 散熱做不上去 所以呢 所以這個砍掉嘛 排線整個砍掉板材換掉嘛 換什麼 換M8板材嘛 M7跟M8 價差差快一倍 兩千的 這兩千嘛 美金兩千嘛 這裡美金四千嘛 插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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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營收 量不變的情況之下 價差差個五成一倍 後面營收一樣會上來啊 所以你看這個 有題材 有理由 有現行 你晚上買了會睡不著覺嘛 然後呢 認證這7月的報告啦 7月的啦 認證過了啦 這個是變勾了啦 你可能不知道啦 過幾天應該媒體 報道上就會寫啦 好不好 那你台藥的部分 你可以延伸做什麼 可以延伸做這個嘛 這個我們都做一段 沒錯吧 這也是啊 國家隊的嘛 應該9月份 你下個月看到營收 應該就會跳上去了啦 好不好 要跳上去 現在股價也沒動 因為比較慢啦 你主板的啦 你主板的 你西西爾德先上去 後面就主板啦 應該是這樣子嘛 雖然像這個部分 也沒什麼問題啊 沒什麼問題啊 然後這個 洪家軍的這個東西 就是他在做的啦 就他在做的啦 就他啦 先他要混一下啦 因為 就有人跑進來嘛 有人跑進來 他也沒出去嘛 他出去了 基本上就噴出了啦 我猜是這樣子 因為他進來的時候很多人都下車了 一人跑進來了 先出一下好了 先出一半 出一半 等等等 洗個幾天應該他都受不了啦 有人超過就是這樣子啦 就每個人習慣這樣 就是跳進去不會動 他就砍掉了 砍掉了 砍掉就又被拉上去 你也知道我在這樣誰啦 我沒有別的意思啦 就是市場上 應該說他那邊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啦 人太多了 他都在車上 哪有扣零油 沒有什麼扣零油 一堆散物在車上 我阻力他給你轉 這很奇怪 所以通常都是洗一洗 洗一洗有沒有丟出來 就上去了 所以這地方 線型基本上沒什麼問題啦 故事呢故事也有 然後呢 第四季開怎麼樣 GP200是第四季出嘛 小量出嘛 所以他的中間也是一樣啦 第四季小量開始出這個 明年的大量出 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他最近的線型比較強 比較強就是一樣啦 有題材有故事啦 好不好 好那再注重一下這個 GP200伺服器很吃電嘛對不對 所以吃電的話 電力 電力股基本上早晚會動啦 好不好 昨天跟大家提到這一支嘛 哇今天就出新聞了 打一咚啦 打同啦 咚咚咚 對今天早上吉他對不對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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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我可不可以出一下 出一半就好了 不用全出啦 早上我出一半嘛 你吉他嘛 我不是賺錢的 我睡個覺起來賺個五六趴出一下啊 今天今天大漲啊 大漲放個錢在口袋 晚上跟家人吃潤好的 不是很爽嗎 難道你今天在追股票 你今天追股票 今天也可以追股票啦 今天追股票也不是錯啦 不過呢 你昨天追今天賺錢 這種感覺會不會稍微好一點 會不會稍微好一點 應該是會吧 所以操作 操作真的是看什麼大盤 看量人家做股票嗎 不是嘛 他是每天量都很大 9000張1萬張昨天2萬張 你要看量出來哪裡 好不好 今天有新聞 通常有新聞 我都會稍微先減碼一下 好不好 因為賞戶看到就會進來追啦 所以新聞出來吉他 我要給你一點 對 有震盪 有震盪在說 反正我換一半 看你怎麼晃就這樣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 風險承受程度高的講完 我們來講這個好了 同學 如果說你到現在 就是不敢買 被嘎空手 那應該怎麼樣 應該就是你風險承受程度是低的 這不是錯 同學這不是錯 你不要聽我講 是不是說我怎麼樣 不是 每個人的操作邏輯習慣都不一樣 像有的人就是 我好害怕 我買債券 沒關係或是存定存 很保本的 但是那個東西 跟投資 比如說跟操作股票來講 應該說 高風險就高報酬 低風險就低報酬 如果說你要折衷的話 今天有個新聞 我可以來跟你分享 這個新聞 他講什麼 講需求熱強固電腦 三雄業績充 他講什麼 講神機 茂訊 輪飛做強固型電腦 同學就這裡面這三支 我認為茂訊你可以稍微盯一下 可以稍微盯一下 因為我剛進來錄影的時候 我看到東升新聞在講什麼 他講什麼 因應台海危機 英國有一個秘密的軍隊 不知道在哪邊訓練什麼之類的 也就是其實 就二物戰戰之後 其實地緣政治 他一直是什麼 一直是台海這邊的隱憂 沒錯吧 台海這邊基本上 雖然說我們台電非常厲害 但是美國政府這邊每次就說 台電 你台海會打仗 他的理由都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要設自己的 那個晶圓廠 當然我認為打仗的機會真的太小 真的太小 非常非常小 不過如果說你從 俄物的邏輯開始看的話 或是說從這三支國家開始看的話 我認為他有一個投資的機會在 有一個投資機會在 因為像強固電腦 同學 強固電腦 基本上用什麼 用在軍工 他是用在軍工的 我問你啊 無人機 無人機需要遙控對不對 無人機就是遙控飛機 他是需要遙控的 你厲害一點的可以一台電腦遙控很多支 一般來說 如果說部隊野戰的話 就一台電腦遙控一支 所以強固電腦要幹嘛 在無人機的話 無人機這種我不用跟你分析了吧 你應該知道吧 惡物戰場為什麼 無可能可以倒到現在入無人機啊 所以強固電腦 就是一般來說 簡單來說你就遙控無人機了 再來他可以怎麼樣 在AI的世代裡面 強固型電腦他可以 他可以用在邊緣運算 邊緣運算 比如像這個啊 你未來邊緣運算 比如說邊緣運算用自駕車 對不對 你要L4 L4到L5的自駕部分的話 你就是要邊緣運算 那邊緣運算的話 你車載的電腦裡面 基本上可能就是要用強固電腦 他不能用筆記錄電腦啦 基本上是強固電腦 強固電腦基本上現在已經怎麼樣 他導入邊緣AI的部分 那導入邊緣AI的部分的話 你就一個題材面如果說OK的話 你去看他的獲利跟配息 如果說以線型來講的話 他站上月線跟季線 站上月線跟季線嘛 今天好像是100塊對不對 100塊你去判斷說 這股票到底貴或不貴 你要有理由說 比如說我要買這個 他到底貴或不貴 我現在買 比如說我現在空手 我就不敢買那種什麼什麼 威聖那種 哇 我不知道也當探奇 就是威聖哇 標的時候很標 跌的時候跌死人 可以從1000搞到40幾塊 如果說你不敢這樣玩 他就是你要找穩定 那穩定的話 像這一種基本上什麼 基本上就是穩定的公司 那穩定的公司 你就會判斷說這個價格 到底怎麼樣 到底合不合理便不便宜 幾個判斷步驟嘛 現在100嘛對不對 去年賺7塊8 今年上半年賺5塊7 5.57 如果5.57的話 他的營收去年總營收是29 29億嘛 上半年基本上是14 他基本上這家公司下半年都比上半年好 所以如果說你抓 如果說你簡單抓 就是今年下半年會比上半年好的話 不要說差不多就好了 我們就簡單抓差不多好的話 就差不多11塊 今年差不多11塊嘛 是不是很正常 同學他們這種公司喔 不是什麼像AI 或是像台耀這種 像每個月什麼 什麼網上 每個月月月增的 這種公司不是啊 這種公司穩定的公司啊 皆不要按的啦 所以你看他的營收 他是用跳來跳去的 有時候非常好 有的時候怎麼樣 就稍微差一點 他沒有規則性 但是呢 他每年都是規則性 每年規則性 所以就是每年都往上走 那如果說你抓價 上半年賺5.5 今年應該是差不多11塊的話 算11塊的話 他那個強固型電腦 如果說以這個媒體來講的話 強固型電腦基本上怎麼樣 基本上已經佔5成以上了 你懂什麼 5成以上啊 所以同學 強固型電腦的毛利是很高的 你知道嗎 他是5到6成耶 不是像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滑溯紅機筆電 毛利不到10% 什麼7-8%那種 不是耶 軍用的耶 軍用的強固型電腦 那個毛利都60幾%耶 你懂什麼 所以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為什麼他的毛利是上幾% 就是因為強固型電腦 基本上一半以上 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你抓今年11塊的話 股價100塊 本一比不到10倍耶 好那本一比不到10倍的話 看他的配息 去年賺7.85 配5.4對不對 我覺得去年賺7.85 配5.4 等於他配7成嘛 如果說我們就算 你就抓 配11塊對不對 今年賺11塊嘛 好了我抓10塊就好了好不好 我用10塊就要去配 10塊配7成是配7塊 配7塊的話 股價100塊配7塊 我覺得配7塊在質疑多少 7% 7%你有沒有覺得比什麼債券質疑還好 比存定存還好 那你有沒有覺得像這種公司 基本上安全的公司 因為明年還會成長嘛 為什麼 因為高毛利的東西 就強固型電腦 已經拉什麼 拉到5成以上 拉到5成以上的話 這個月還有兩場什麼 兩場軍工展你知道嗎 這個月還有兩場軍工展 他是有參戰的 所以如果說你這樣去判別的話 就是怎麼樣 就是這種跟AI的是不一樣的 AI基本上它屬於什麼 有點要做夢的東西 但是這種公司什麼樣 它是屬於比較務實的 比較務實的 那比較務實的話 我就舉個例子 比如說那時候我跟大家說的大中 對不對 大中是什麼 想想第二嘛 搞不是 這種就是務實的公司 你看想拿第二現在多少了 噴翻天 這種就是安全務實的公司 所以就是你先求 如果說你是風險承受得比較低的 就是你喜歡什麼樣 我先講究療效 對 先講究不傷身 再講究療效的東西的話 100塊的東西 本益比低於10倍 配股配息7% 所以應該是很安全 然後接下來又有兩個軍工展 對 毛利30幾% 然後呢 什麼 流動負債什麼的 負債30幾% 然後速動比100多% 這種都是很安全的公司 你都知道 所以如果說你是比較偏那種 不敢拚的 這種安全的 我認為你也可以做留意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 所以同學我們做個簡單的結論 就 盤氏的話 同學今天沒什麼好講的 我認為其實沒有什麼好做結論 就是昨天就講完 昨天就講完這樣子 對 就是不要去管什麼大盤煤量 這地方其實它是安全的 安全的話就是 安全的話就是 你做你一直在重複做的事情 就是 就是 尋找一些好的公司 尋找一些有價值的公司 尋找一些價值被低估的好公司 然後怎麼樣 然後 然後就下去做操作啊 有時候稍微等一下沒有關係 你懂什麼 比如說 舉台藥好了 你稍微等一下 對 前兩天 跌到170了 對啊 停損好了 啊靠180了 哇 不是很奇怪 170就是它的CP轉換價 你砍到170了 你傻了嗎 啊你180這邊要出就算了 對不對 對 起碼沒有撞到價差 你砍到170 哇CP轉換價 那超級安全的價位 所以就是持續做一些 OK的公司 好不好 這我的操作邏輯嘛 你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對 障礙算我歡迎你嘛 我認為這地方還有很多的好公司可以做 好不好 所以有超多方法 就有貨 你等於就有下一次好不好 那喜歡我們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喜歡的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我覺得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 動足先祭動能章 我期待祝福大家明天超好順利 明天見 拜拜 並自付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制第015號